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讲说如何去部署大型语言模型 LLM 那尤其是很大的模型的时候也应该要怎么办 那我们今天会拿两个模型来做示范 一个是台湾拉玛3的8B的版本 然后另外一个是更大的70B的版本 好 那我们会用的框架就是这个VLM 大家可以直接去Google VLM GitHub 然后就可以导入他们的这些GitHub网站 或是他们这个文件 那首先你需要安装这个VLM 那它其实算是蛮好安装的 如果你是用NVIDIA的GPU 然后你有你是比较新的显示卡 比如说至少要V100 A100以上 那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用Konda创造一个新的环境 然后把你的Cuda版本至少升级到12.1 然后直接装就可以 如果你不是到12.1的话 它这边也有告诉你说 你应该要怎么做11.1或是11.8 但通常你还是直接把它升到12.1 会比较简单 好 那你安装完了时候呢 就可以先点到它这个Quick Start 它这个Quick Start一样也是 会示范给你一些示范例子 然后组合做推论 那我们直接来去 但是它这边的模型有点老旧 所以我们直接来换成我们台湾拉玛来去给大家示范一次 好 那最从从头来说的话 你需要拿到GPU吗 那你拿到GPU的话 你会先check一下 你现在有 你现在的显示卡是长怎么样子 然后它有多大的memory 那以这边来说 假设假设 我们拿到了两张显示卡 两张H100的显示卡 然后它分别有80GB的memory 那80GB的其实一张显示卡 这一张显示卡的话 它对于8B的模型 LAMA 8B的模型 它就已经是非常绰绰有余了 那我们这边要的两张 是因为等一下可以示范 给大家70B是如何做推论 因为70B的模型 70B的模型 它就有700亿个参数 700亿个参数 你光露得到memory 如果你是16Bfloat16的格式的话 它就需要每一个参数 它需要两个byte 它需要两个byte 那其实你这样子 就会超过一张显示卡的需求 那还等一下可以示范 给大家就是如何去做 如何去把好 去推论好 已经quantize好 已经量化好的模型 好那一开始的话 VLM它的其实 它其实这些code都非常简单 问题是 你看不看得懂 这些它参数在做什么 那你如果去看 点进去这VLM 它的起始的参数 它会告诉你说 你需要 你需要知道它的模型的名字 那通常你的模型都放 是local的话 或是放在hugging face都可以 那接下来它这些 这个D type 那因为我们现在 拿到的显示卡通常是比较新的 所以你预设的话 通常不会有什么问题 因为它都是支援这个bfloat16 但如果你拿到显示卡比较旧 比如说A系列或是A系列以前的话 它没有bfloat16的话 你就要手动把它调整成float16 这是常见的遇到了坑的第一个 好那其他的有一个 自己我自己比较常调整的话 这个是enforce eager 那它这个eager mode 它就是因为它预设会是这个cuda graph mode 就是graph mode 它会建一个cuda graph 让你的推论比较有效率 但它这个cuda graph 它是要占据额外的记忆体空间的 所以它预设是把这个开起来的 所以你自己想象的 它记忆体用量会 它会用的比你想象的来高一点点 那如果你把这个enforce eager把它传进去是false的话 它的记忆体用量就会稍微少一点 当然你取而代之的话 就是你的速度会稍微慢一点点 好那其他的其实 其他的参数其实老实说不常用 因为如果你通常是 通常你会想要看到其他参数的时候 就代表你的GPU的记忆体空间不够 那你去调整其他有的没的 去省那些记忆体空间 你不如去把你的模型做量化 比如说你做FP8的量化 或是AWQ的量化 直接去省掉 可能这种量化 通常就可以省掉一半的空间 来比较来的有效率 所以我通常会去改的参数 就是enforce一个这个 然后是或是D type 还有quantization这边 好那我们就先用8B的模型 来去讲说这个VOM可以做什么事情 那现在这个程式码显示的这边都是 offline的inference 什么叫offline跟online online offline是什么 offline就是指你已经先有一个好的prompt 你已经写好一个prompt 比如说这边 比如说这边是一个user跟system的对话 这些prompt你已经知道了 然后存在这边 不管你是今天是有程式码 今天就一个 或是你有十个 一百万个 这些都是offline 就是你事前知道的东西 那其实我们常常在做 比如说在做学术研究 或是去做资料处理的时候 其实大多是offline的这个情况 你就已经有一个set of prompts 放在那边 然后你要去推论 然后去验证这个模型好或不好 或者取得它的答案 但是如果你是要online serving 所谓online serving 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 就是我们TWRM的demo 比如说你现在也不知道使用者 点进去会打什么 你就随便打进去 它模型都要可以回答 这个就是指online的意思 这个online的话 我们等一下也会讲解说 如果你要做online offline有offline的好处 offline就是它的整体的throughput会比较大 就是它每秒可以处理的token会比较多 这其实也好理解 如果你开一个server 在online server在那边 你不知道使用者什么时候要进来 然后进来它有可能全部人冲在一起 所以它的throughput 它的中和的输出就会没那么大 好那VLM的程式 第一个你要先定义一个LM的class 那你就去hugging phase 随便找一个模型 然后把这个 通常它支援大部分的architecture 比如说LAMA、Mistro等等它都支援 那比较有坑的是它这个sampling parameters 那一样我们把它点进到它这个定义这边 它最常遇到的坑是 这个 它的这个max token 它这个max token 它预设是非常的少 我记得它预设是32还是128 那通常我们知道的generation都是远超过这个东西 所以你需要把这个max token把它拉大 那另外你当然可以去改成它的temperature 比如说是你temperature越高的意思就是它的随机性越高 那它还支援三种常用的 比如说top key top key nuclear sampling top key 或是最近效果不错的面皮 这个它都有支援 那剩下其他的就是比较稍微细节 就会也是蛮常用到 但是就是case by case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 他们官网都会有 都有翻例 或是你直接点到程式码去看 其实也是最好的 好那定义好这个sampling parameter 就是你generation的参数的话 那你要准备一个prompt 然后围进它这个lm里面 那通常我们用lm通常都是 就是用turn taking 就是像chatGPT类似的这种形式是 你说一句 然后lm说一句这样子 所以我们是直接用它这个chat的generation的方式 那你可以定义system term user term assistant term 然后user term 你最后当然是通常都是结束在user term 然后放进去给这个lm去做推论 它就会output出来 那我们来执行一次 好那它一开始就会print出来你给它的参数 然后你现在vlm的版本 那像是这个8b的模型的话 它会有四个trackpoint要load 所以它就是它会告诉你现在load到第几个 那通常这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8bload大概到一分钟吧 好那它这边会再print出来一些 你可能不太熟悉它在干嘛的这些参数 那如果你今天有一个online service 通常这次你在online比较会需要去调教 你要去调就是 多少你现在可以一次可以承受多少的concurrent的user 然后或是你现在一次可以承受多少同时间的user 同时间的token进到这个engine里面 那这是对你你去这就是通常这个online service它去评估效能有两端啊 第一端就是latency 另外一端就是throughput 你是要一次可以服务很多很多个人 比如说你一次要服务1000个人 然后1000个人每秒可以拿到一个token 那还是你只要服务10个人 然后但是每一个人每秒可以拿到50个token 那通常就是会有这两个抉择要去抉择 那你可以设你可以就是设一些它这些concurrent user的限制来去 看你是要optimize latency或是optimize throughput 好那我们刚刚这个prom把它已经 它已经generate完 然后呢就是回给我们了 那它回的东西非常正常 所以通常你在用这个东西的话 你要稍微去让它offline inference一两个东西 让它确定它你输出来这个东西 真的是你看到而且合理的东西 不然有时候如果你完全都不care这些东西 它可能会在tokenization啊或是哪一方面 或是你露得错模型 露得错这个浮点数的type等等之类 它会影响到很多的表现 所以你通常会第一次的话 是要先让它确定这个模型 在这一套framework是可以work的 好那这是8B的 8B的通常非常简单嘛 因为它就是小 那你70B的话在一张显示卡是 目前应该所有显示卡70B应该都没有办法跑得起来 所以你需要让它平行化在两张显示卡上面 举例来说我们这边刚才看到有两张显示卡嘛 那现在推论比较常用的话是Tensor Perl Tensor Perl是有点像是你一个矩阵 矩阵的你左半边在GPU一号GPU上面 右半边的矩阵在GPU二号上面 那这边它还有支援另外一种是Pipeline 但是Pipeline通常是用在你跨节点 比如说你这个节点 那就要非常大的模型 你这个节点已经塞满了 比如说你有8张显示卡 你已经塞满了 但是你记忆体还是不够 你要到下一个电脑下一个节点 那通常才会用Pipeline Perl 所以几乎除非你是推论Lama的405B 不然通常不会用到Pipeline Perl 那我们一样把它点进去看 看说它自己官方给我们解释的是什么 这里有一个Tensor Perl 这里Tensor Perl 就是你这就是指你多少的GPU来去分配这些矩阵 那它自己里面都已经写好说 哪一些矩阵要怎么分配的这样子 那如果你对Transformer比较熟悉的话 那主要最有意义的就是拆那个MLP Feed Forward Layer那边 那它有三个矩阵嘛 W1,2,3 然后你这样拆的话 那它就会降低很多 但你可能想说 那它这样拆的话 你矩阵被拆了 那你怎么 你的输出怎么办 就是它最后MLP Layer最后完 它输出会 第二张卡运算会传到第一张 第一张卡运算会传到第二张 这样子 所以他们是用通讯来去 来去沟通彼此计算的结果 这样 那你就是 那对我们使用者而言 我们就只要把它 譬如说你今天有一张显卡 你就是把它改1 现在两张就改2 现在70B改 用两张应该是可以推论的 好我们再执行一次的话 它就会正常的执行 但是70B的话 第一个它下载模型有点久 然后它漏的模型也有点久 所以我们这边应该 不会让它跑完 好所以大概我们就已经讲完了 所有就是offline inference 你需要起始的步骤 那就是这样 你去import VRM 输入你的模型 然后设定你的sample的这些参数 有一个坑就是它 你这个max token要设得足够大 剩下的东西应该都是非常的好follow 好offline上这样子 那online呢 那如何是做到这种 譬如说twm.com 它里面这些 你随时进去 然后就随时回出来 那它你除了LLM 你要有一个LLM 它在这边去从事 一直接收使用者进来的字 那你还需要 你其实还有一个前段 就是你还有一个web的 你还有一个web的server 要先去接收你这个http的request 那通常这就是你要去 这个webserver负责的东西 还有说告诉你说 现在有哪些模型在线上 哪一些模型挂了 或是等等其他东西 那你前面有一个webserver 后面才有一个LLM的engine 好那VLM也有支援这个功能 那几乎现在所有人都是用OpenAI的这个格式 就是你在 指的意思是就是 你在推论 抱歉 你在使用的client段 你在客户段 都是用OpenAI的这个套件 大家就是 他们套件写得很好嘛 我们就用它的套件 只是你要把你这个API的base改掉 比如说你如果预设 它预设OpenAI一定是达到OpenAI的server那边 那你现在把它改成你的localhost 或是你自己在一个public的url 或是你连到url都可以 那这个意思就是指OpenAI compatible的API 那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是用这个 不然是这个套件VLM 或是可能NVIDIA的NIM 其他都是使用这套OpenAI的framework 那要在VLM如何把这个模型 起起来也非常简单 你就是在comment line打VLM serve 好VLM serve 我们这边来用8B来试一下 我们把刚刚70B的停下来 好那VLM serve这边你可以就是input 就如同这个offline 就是打一个你的模型的名字 但其实它还有很多参数可以加 你可以试试看这个用下help的这个指令 来去看它所有的参数 好它非常的多 那你可以看到像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比如说你找一下Tensor Parallel 好它这边就有Tensor Parallel Size 你就可以一样在comment line的时候 去执行Tensor Parallel 然后要跟它说你要用几张GPU来去做平行运算 那当然还有非常的多 比如说前端的你的API的host 你的port要在哪里啊等等的东西 你都可以自己去用 那它应该就是用非常类似非常这种 这种Flask这种前端来去 它来去执行最前端那个web的server 好那我们直接把这个服务器起来试试看 那另外一端我们现在左侧端是我们的这个server端嘛 右侧端的话就是我们的client端 好那我要先知道一下我自己的这一台server的IP在哪里 然后先连到同样的机器 好那你当然一开始可以先问说 你现在上面有什么模型 所以我们就先来去问它这个有什么模型 好那这个server端还没好 它就会显示它ping不到 好左边它这边显示它server端好了嘛 它已经running on这个port然后这个地址 好那就可以看到它已经list出来 因为它这个不太好看 我们把它用parse一下 好那就可以看出来现在 现在有哪些serverrun在这上面 那我们就直接来推论一下 这个是最简单的 Command line就可以去 可以去让它回东西 那我们来试试看 好这边应该会遇到一个问题 不然你从右边的error message看 或是左边可以看到 它左边server端就是 就是not found这个resource嘛 那右边它会告诉你比较详细 就是它没有这个model 它没有这个model 那其实也没错 因为我们刚刚model name 我们不现在是用 台湾拉马不是用quan 所以我们把它 它这边来改掉 用我们现在是8B的模型 就用8B的模型把它贴过去 好你可以看到左边server端 它已经显示它收到东西了嘛 然后它的token是多少 然后最后处理完 它给你一个绿色的 右边这一段它也会告诉你一些 它回传的东西 那样我们把它parse一下 它就parse出来的话 就是跟openAI 它如果你去codeGPT的话 是回同样的格式 所以它这边是内容 那如果你要去做一些web的应用 或是你有些其他client 就可以去针对这个JSON 来去做parse 来去做使用 好那当然你也可以用openAI的 这个client端 好一样我们也是要把这个model name改掉 好那你就可以看到 不管是你要是用crawl的方式 在commonline去call模型 或是你要是用python里面call模型 这些都online的方式都可以用到 好所以这边也跟大家示范完 client端如何去使用online server 好那你的server端的话 它会一直告诉你说 现在的prompt throughput啊 就是每秒多少token啊 这是prompt的 前面应该是prefuel啦 就是使用者进来这些token 它处理可以处理多快 然后第二个数字的话 是它generate 它就是decode的话 它可以decode的多快 那有一些 比如说现在它会预设会有一些kvcatch kvcatch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照应该是课程蛮前面的tutorial 讲过为什么要用kvcatch 在attention机制里面 那对于推论 现在推论的framework kvcatch的catch rate是很重要 就是你catch越多东西的话 你推论越快 然后它这边会有一个指标告诉你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很多的user进来 我们也没有办法有这个数字显示出来 但如果你有很多使用者的话 你就可以看出来 这东西目前到底是好不好 然后再去做你自己的性能调教 好 大概以上就是所有这个VLM 大家第一步 在开始 你会这些的话 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那可以更多境界的话 你可以去看它的 我觉得VLM直接去看原始码可能会比较快 因为它的document可能有时候没更新的那么快速 那这个范例的话 大家可以在这个VLM的repository里面 example那底下找到 不过这个code也非常简短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几行而已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 自己来试试 好 那我们就到这边 谢谢